哎呦 这么长 一口下去 差点烹火出来了 大家好 我是全小胖 我帮你们讲 今天来的这家火锅店 是以甜品出名的 而且他们最近又在搞事情 在店里做起了卷饼 到底什么鬼 今天小胖带你们来看看 走起 哇 他这个牛油好多哦 一到万茶香 二到锅底龙 三到财运旺 红红的都是牛油吗 对了 是五滴牛油一斤饼 真的太香了 这个味道 我不想讲 自从重庆去国之后 我配的油碟都喜欢放一点点醋 放醋之后可以提一点鲜 驴豆花 前面挖进去的时候小小一块 现在已经都涨开来了 哇 哎呦 好嫩哦 一用力就裂了 感觉比豆花更棕软一些 像吃棉花汤一样 吃溜一下就下去了 看鸭血和肥炒 和如何煎鸭血切成丝的这种感觉 走起 豆干丝和千层堵 也走起 这样子整盘卤真的是太爽了 我真是说 真的这么吃太过瘾了 因为它切的细嘛 会把那个红油都包在那个豆干上面 一口下去 差点烹火出来 这土豆丝特别的稀汤 来走你 你看它红彤彤的样子 太爹了 他真稀哦 这就是在吃面条 再加点那个醋 就变成酸辣土豆丝了 好大哦 这么大张小皮是用来包饼的吗 今天试一试 酸辣土豆丝多放一点 这我最爱的肥肠丝 豆干 天层堵 贡菜丝 增加口感 再来两个蟹肉棒 全家福 有肉有菜 就直接撩过来 来蘸一下 太奇妙了 这来上一口真的是太满足了我 孟隆斌 配火锅真的是绝配我帮你讲 它有这个爆竹 一只味的爆爆竹 它上面就是一口奶油 它红颜色的是像那个脆脆 脆片那种感觉 它下面是雪冰 尝尝它红丝绒的冰淇淋 哎呦 炒冰炒出来的看到吗 有点冻到的这个 不愧是以甜品出名的火锅店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太美妙 经济消费530亿 我就说一句了说一句了 这家绝对不是正经的火锅店 在里面做包勺皮 冰淇淋还那么好吃 绝对不是正经的火锅店 抖晕